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看看会员朋友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读历史就是读人心 他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辽太祖金太祖金太宗 给自个儿起汉语名字 耶律义完颜民完颜圣 为什么元氏祖后金太祖 后金太宗后金氏祖后金圣祖 却不给自个儿起汉语名字 那就是一个汉化一个不汉化的问题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是吧 你刚才说的那几个起汉语名字的人 因为他就是建国之后 他唯一效法的就是中原 我只能学这个汉民族的典章文物 所以我为了表示 我是中原王朝的正统 我就要起这样的名字 我就要起这样的名字 所以呢 他是这么来的 因此他的名字呢 就是起的这样 但是你不要忘了 辽金两朝皇室起汉名 其他的宗室不一定 你比如咱说 辽太祖 耶律义 辽太宗 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的弟弟就叫耶律李胡 这就是契丹羽的名字 他就没起 我也不当皇帝 我叫这汉名干什么 然后这个完颜式也一样 你看什么 到后期那些将领 什么完颜万奴 完颜九金 他叫这名字 这肯定这也不是汉名 也不是汉名 元朝是根本就不会起汉名 因为汉化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甚至是不是他的选择 所以他不会起汉名 至于你说的那个 就是 后金士族 后金圣族 你说的那几位 就是那个清朝那头四代皇帝 他为什么不起汉名 那就是这个 这个入官之初 他也顾不上这个 平定天下是主要的 这个而且你特别是 你比如你看那个 孝庄文皇后 他是极力反对汉化的 所以因为跟这个 这个顺治皇帝 在这件事上 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你们俩 这个多少年是不见面的 晨昏定醒 这些礼节全废 皇上都不去给太后请安 所以这个孝庄文皇后 他根本就不懂汉语 因此他不可能起个名 叫大玉尔 这胡扯淡 所以这个他们就是 一开始他们是不愿意 完全的汉化 那是等到这个 康熙皇帝坐稳了天下 坐稳了江山 自称中原之主了 他才效法前朝 开始搞这汉化这套东西 会员朋友 差云蝉鱼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明代蒙古的 武器装备如何 也就野先 安达的军队 有没有火炮云梯 抛石机 我看大明王朝 瓦拉大军有很多炮 炮弹都打到北京城头上了 这个符合史实吗 这个允许我说一句脏话 胡逼扯 这个我必须要说这句脏话 这个编辑小伙伴 不许把这句话给我剪下去 这胡逼扯 这完全就是 而且我呼吁大家 不要再拿电视剧里看的东西 来问我真假了 我已经说过不止一遍了 胡说三十二道 胡说三千二百道 胡说三亿二千万道 胡说三百万二百万亿道 这都是胡说 胡逼扯 蒙古人的装备怎么样 明朝时候的蒙古人装备怎么样 四个字形容 一甲不全 一甲不全 60%的骑手是没有刀的 没有刀的 草原上不会野铁 一口铁锅在草原上值百两白银 你说他有抛石机 还有炮 所以胡逼扯 就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会员朋友武昌通达气配 问了一个问题 古代国破家王怎么定义 有时候一个朝代还有很多领土 也叫王朝的覆灭 你举个例子 哪个朝代有很多领土 还叫王朝覆灭 你举个例子 有这样的例子吗 还有很多领土 就还叫覆灭 是吧 没有这样的朝代吧 哪个王朝是这样 哪个王朝是这样 是吧 你这个说北宋灭亡 皇帝被抓走了 他被抓走了 北宋灭亡 南宋又建立了 北宋跟南宋 南宋没有灭亡 没有说一个王朝 还有很多领土 叫国破家王 哪个王朝这样 你得举个例子 这个东西不能想当然 是吧 不能想当然 是吧 佛山老黄问了一个问题 说雍正当皇帝 把他兄弟的名字都改成个允字 咸丰的时候 兄弟好像还是用义字 为什么呢 就不用避讳了 从乾隆的时候 就不避讳了 都是义奶同胞 是吧 就拉倒了 所以乾隆的时候 兄弟们就不用改了 乾隆叫弘历 他的兄弟辈仍然叫红什么 红州啊 红石啊 红这红那 仍然叫红什么 不用改啊 从这个这个 嘉靖开始 就他改 就皇上我改 所以别的兄弟们叫永远的勇 他换成那个特别复杂的那个勇字 是吧 他改了啊 就是兄弟们本改了 我改 那到道光皇帝也是 他改 别的兄弟都是用棉啊 就是那个那个棉棉不绝的那个棉 滔滔江水 棉棉不绝 那个棉 他改成了明日文啊 然后到这个这个呃 往后啊 这个这个贤 呃 同光宣 就都不改了啊 都不改了 没必要 兄弟们就甭甭甭甭 甭闭这会了啊 就越来 怎么说 就觉得好像就越来越进步了啊 越来越这个这个和气了 大家 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只有这个雍正皇帝让兄弟们改啊 然后这个乾隆 咸丰 同光宣 都不改 那这个嘉靖和道光是他改啊 皇上本人改啊 是这意思啊 好 啊 这个 会员朋友卓九华陈阳问了一个问题 那啥 请教一下啊 袁老师 古代陪都 明朝的陪都南京和清朝的陪都沈阳 与唐宋时期的东都洛阳相比 地位上是否一样 陪都的官僚体系基本上有名无实 那么有没有哪些方面和首都市一样的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和其他城市相比 又有哪些优势呢 啊 望袁老师翻牌 啊 呃 是这样啊 这个唐宋时期的洛阳地位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不能这么比 你可以说呢 这个南京沈阳跟宋朝的洛阳一样 跟唐朝可不一样 唐朝的洛阳皇帝要去的呀 是吧 皇帝不止一次 唐高宗武则天 他都不止一次在洛阳要办公 就时于洛阳 所以他这个西京 这个这个长安和东都洛阳 是吧 他是两个首都 你可以认为这个唐朝有点那个游牧民族 那个那那那种感觉两 两都并行 所以洛阳的地位跟长安是完全一样的 到了宋朝的时候 他五个首都了 四个首都 东京开封 西京洛阳 南京应天 就是河南商丘 北京大定 就是今天的河间那一带 啊 邯郸什么就那一带 那几个首都皇上是不去的 皇上只在开封 所以他那地位就很低了 啊 就是你说的 一般就是那些个退休的什么养老的官员 甚至政治斗争失忆的官员 你比如司马光 你反对新法 那就给你贬到这个这个西京洛阳去吧 啊 就干这个 那明清两朝一般就是那不得烟抽的官员 才去这个这个陪都南京或者沈阳 那你说他这个跟其他城市相比 哪有哪些优势 他起码是陪都的位置 地位仅次于首都 那你比如说咱说这个知府 在清朝是四品官 是吧 只有奉天府 顺天府 是三品官 是吧 是三品官 是吧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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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地位自然就比其他地方的这个地位 较高得多 是吧 就高得多 那经济相对发达 人口相对集中 那也就起这么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就跟你今天北京上海 那上海有什么作用 啊 那这个跟北京相比 那上海有哪些优势 是不是眼瞅着能看得见的呢 是吧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啊 下一期呢 你们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我们接着翻牌 谢谢会员朋友们